頭條狂想本周新聞 為什麼紀念哥要跟大家說再見? 因為他受不了香港的超長公事 所以要決定放假 不過吳克劍局長現在連假也不能放 上個星期我本想要放假很舒服 真是難為了局長 不如先吃一件炸雞吧 我不用穿得漂亮的吃 吃炸雞就一定要穿T恤 牛仔褲是不是歧視炸雞? 吃完油膩的東西, 記得多做運動 雖然沒有一個運動中心 不過你還可以爬泥頭山 行樓梯也可以, 行的 我們做律師認酬 可惜有些地盤工人被人炒 又有記者被人炒, 沒錢再長期認酬 想去看2047年倒數機 現在又沒得數 李念哥只會回家裡數一手指 所以要跟大家說再見 我想應該是這樣, 除非不是 historia 把飛機搞瘋了 算太多, 知道嗎? 雞你中用舊了 是嘛, 你是嗎? 有些地方是他們的 而且那個東西還可以 那些地方是要玩的 不管是玩的 那些地方是能戰鬥 每個地方是用來的 介紹的, 雨把東西看來的 那些地方是嗎? 你看這麼多可愛的 人之間想研究一下音樂文化 沒問題, 奴才帶你去地方交流交流 歌劇院? KTV, 讓奴才敲門 暗號, 要槍有槍 要炮有炮 聖情中人 文雞起舞 你說什麼? 對不起, 奴才一時口快 文歌起舞 對了, 進來吧 歡迎兩位來, 女人也來KTV嗎 你問你男人還是女人? 是性情中人就行了 一帶一路KTV音樂聯歡會 是否正經? 當然是正經, 讓我介紹一下 本店地理環境優越 大廈16樓 就算大家要走樓梯, 一定夠氣上來 是應酬的哪一手 廢話少說, 這裡有什麼服務 本店職員, 每個人長袖羨慕 就是每個人都穿長袖羨慕 沒錯, 必要時穿樓漂亮也行 至少看起來像正經人家 但奴才覺得這個時候來KTV唱歌 戴面具比較穩妥 必要時可以扮成蒙面歌王 本店職員提供面貼面影相服務 怎麼這麼不正經? 不怕, 太后 現在說男人也會跟男人面貼面 你讓我試試看 本店搭秘設有跟其他物件 面貼面影相服務 和其他物件合照 即是跟梳化電視機 甚至談觀合照 現在要先考慮一下 本店設有冷靜期 讓你想清楚是不是幾天都忍不住 為何幾個小時都忍不住 老闆娘, 我們太后來這裡 是做音樂交流的 究竟用什麼歌唱呢? 有, 蔣麗萍的我為你狂 包括蔣麗雲 蔣麗雲, 都支持你去唱KTV 有沒有愛國歌曲? 有, 做過勇敢的中國人 各位, 在風頭火帥的時候 都願意來唱KTV 真是感動, 我們要合唱了 我們去KTV哪句話犧牲 主席敬道陣 是否有女僕呢? 我…我…我沒人看過 好像是三馬來的 所以沒有辦法 我們做律師是應酬 甚麼是應酬 我是自己的朋友 跟我說今天沒有關係 我這個是給面太對 這是我私人的生活 我完全跟他們無關 舞舞、攬著跳舞 很多人都會 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一帶一路是國家重要的槍杰 委員長上星期來 和我在市政府報告那裡 都說得很清楚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 無論在香港或在任何地方 都要關注他們的行為 現在的港獨不是一個問題 為甚麼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香港具備這個 港獨的實力 如果港獨具備 真的有個實力去獨立的話 那很容易處理 中央要法律有法律 要槍有槍 要炮有炮 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 你們學生是否走出來 和解抗軍決一死戰 他是排除了用刀用槍 他排除了用武力 所以下一步就是對港獨的問題 是用法律和輿論來解決 最好就是馬恩國自己說 所以做全身統要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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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權力來到雪崩 大專學界一致決定不出席支聯會六四萬會 是否需要這麼多人出來集在同一個地點 好儀式化地拿著燭光,然後一起去默哀呢? 始終最強的控訴是一點點的燭光 燭光如海對中共來說是最害怕的 你卻叫我調盡,這半空中 學界一整體上的立場 一直都是不認同香港人有責任去建設民主中國 也不認同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 追究屠城責任這件事 究竟是否香港人必要做的責任 或者我們道義上必定要去做 我相信也沒有這樣的必然關係 他們是整個運動的先鋒 他們是整個社會的良心 但今天竟然有些同學覺得要退下來 我不能說話不相當 我們更加希望可以救我們這一代人 對於有新的看法 我們覺得討論前途問題是欺負用的 探討的前途是可以很多日子去做的 不一定要這一晚 這一晚是有特別的歷史意義的 今天儘管可始終相容 眼淚卻沒頭痛 沒法對抗到數者始終 一種愛千種刺痛 香港人, 給自己掌聲 今天怎麼這麼高興呢? 香港人世界第一吧 香港是全世界城市 全世界買樓最難負擔的城市 全世界買樓最難負擔的城市 十九是代表一個指數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中等入式家庭 將所有收入 不吃不喝 不買不用 坐定定在這裡 甚麼都不做 錢全部存起來 那要用多少年才買到一個中等價錢的樓呢? 答案是 三年又三年 再三年又三年 加起來十九年 其他城市 適離是十二 溫哥華是十一年 柳爐特別大獎 香港人 贏得離行離辣 當之無愧 香港還有一個世界第一 十大香港富豪 九個是地產起家 他們加起來的身家 佔了GDP百分之三十五 香港又遙遙領先 香港是孕育超級億萬富豪的保地 一丈功成大獎 實至名歸 但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第一 這次是倒數第一 香港服務行業 全球消融最差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笑 苦口苦臉 人人都生氣 都是難得的成就 如果現在再拍《無間道》 應該會變成這樣 陳永仁 你別再約我在天台聊天 為甚麼 我一向都喜歡和王Sir在天台見面 現在天台很多都搞了陸法 隨時都會倒閉 我們站上去不安全 我告訴你 其實王Sir所出事 就是因為他站在陸法的天台上 所以就掉下來 你說 那個陸法的天台工程 不是你負責的 那個經手人不是我 我只是做顧問給意見 誰知道 你冷靜一點 陸天台這件事很嚴重 我們會全力調查 當然 五黑劍局長 本來很舒服地可以享受一個假期 你現在搞得他要上班處理 你說不是很大件事 人家好像說是鄧其他校長不值 不能放假 既然局長這麼重視放假 不如就叫學校的天台 改種有紅葉的樹 讓局長可以一路視察學校工程 一路想紅葉 為甚麼政府這麼喜歡叫人 在天台那裡種樹種菜 因為香港的地面是用來斬樹 收農地和倒泥頭 綠化的東西留在天台做 等馬士堡收了地 剷平一條村 再建大廈 然後在天台種樹 你知道我們很重視環保 誰知道 看到大範圍的水喉斷裂 下意識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考試那時候聽到有聲音 淋了一些添花碎下來 我們都跟回規例的需求 亦都有註冊的土布工程師 去界定了是沒問題的 多謝你的意見 根據法律意見 我們暫時不會再進一步的評論 這一刻我們是不會再作進一步評論的 明日我 明日我總會走出來 摧毀我 難道你肯悔過 為甚麼會有人可以繞過建築物條例 不需要入籍 是建一個這樣的綠化屋頂 不去評論到底是否需要入籍 議員問很多問題 其實都是政策問題 但是你回避不回答 那你今天上來做甚麼 上個星期我本想要放假很舒服 誰知道突然有一個 綠化天台倒塌的問題 看完之後 真是噴血兼噴飯 真是非常離譜 天花之前那星期 還有幾百個學生在考試 不是說可以用一個這麼輕鬆的態度 我原本可以很安慰放假的 不過有些這樣的事 我就要回來處理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烈 一個禮拜晚就發生的事 本來大家期望著禮拜六禮拜日 但是即時要很多新的關注 純粹是這樣的背景 並不是和我本人的假期有關 不知多少平方呎的綠化天台 與石屎森林混然融合 打造綠色時尚新生活 如天台 設計時如果想要做屋頂綠化 第一, 一定要鞏固屋頂 可以承托到 承托的意思 不只是承托綠化屋頂的重量 要承托到有人上來走 第二, 它要有一個邪度 有一個波度 因為水要很快地射走 這樣就不會在這裡積水 一望無際的草地 為小朋友帶來朝氣 就算天花流水 石屎剝落也沒問題 如果有學校叫我做綠化天台的設計 第一, 叫它去這個屋宇柱 找回它見校的圖質 搞清楚它的屋頂 究竟承托力是多少 第二, 我就要求學校找人 查一查它的屋頂石屎的現狀 如果有漏水, 也不要想 如果不考慮這些條件 在這裡做, 我就很配這樣說 也挺大膽, 也挺粗心大意 我們的綠化天台 嚴格跟隨政府的標準 雖然我們也不清楚詳細的內容 但端古也沒問題 如果你推動一個屋頂綠化 這樣這麼好的一個意念 想起來當然覺得開心好 但是如果它不是跟從一些 配套的政策一起來 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承建商去做 可能真的不太懂 會搞錯事情 它損物料可能會損錯 另外, 施工的時候 那個程序也可能搞錯 而我們沒有一些清晰的指引 沒有一些比較有效的監管 我就覺得是比較捱煙的 靠近平常, 但這樣也沒有交錯 所以我們會想起來 忘記,所有人都被殺到 抗爭的軍事 到最後一旦可, 要相信 在七十五年齡層的 抗爭中的地區 都被殺到 那證明 抗爭中的核彈 消滅 成了 抗爭中的核彈 消滅 作一對跨山昏花界別浪漫的漫年 擴散到那氣谷裡 擴散到這望之涼 再次於世界之序 新標準新次序 你我將要為換前代創國水 奧巴馬這次的亞洲行程其實是很充實的 去港島的時候 我不是要向你日本人道歉 因為戰敗這件事 是以後的新秩序走出來 而美國在製造亞洲的新秩序裡面 它是很想告訴別人 其實它是一個主導者 長遠來說 美國會以日本作為一個 大家互相合作的一個夥伴 但是與此同時 它會將它的影響力 由這個東北亞的地緣政治 一直伸展到東南亞 將極公安地合成 真是 美國正在立法律上的監禁 將軍艦的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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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是一隻幾號的棋子 將來是牽涉到南海的糾紛 而越南去尋求美國的協助的時候 美國將會作為一個中介介入 再下去說 與越南的關係 其實現在都是在說 如何在軍事上去援助越南 包括改進它的武器等等 除此之外 還派遣了一些很特別的 所謂文化團開始進入越南裡面 人潮內一見 適戀 一見是空轉 難道你共我獨有魔法圈 重疊了自長亂 煙發成光線 煙發成溫暖 只要一個點 一個觸發點前面 但日本作為東道方 卻利用季期峰會 打小算盤 搞小動作 那麼我們認為日方 這種不務正業的做法 既不利於季期 也不利於維護南海地區的 和平與穩定 東南亞地方 個個都宣示 南海島嶼他們都有主權 包括越南 菲律賓 而在中國來說 也都已經講了 一個所謂九段線的問題 而這些不同的主權的堅持 是令到美國也好 或者東南亞國家也好 都覺得早晚在這個地區 大家會有衝突 現在我們看到奧巴馬 其實跟東南亞這些東盟的國家 關係就越來越密切的 它要建立一個在亞太地區 一個有效的控制機制 以至可以控制中國 圍堵中國 煙化成溫暖 煙化成溫暖 優雅如花天 翠彈如星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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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